五十几岁就开始等死 与美人 人生的最后一里路 怎么规划才幸福 人生的路 谁不是死路一条 从母亲身上看见的豁达 不用为之的事来折磨已知的人生 近日与美人参加节目时提到 我读高中时 妈妈得了甲状腺癌 需要动手术 她二十三岁手寡 一个人拉拔 三个孩子非常独立 坚强 连离癌 开刀都不要别人陪 交代我们照样去上学 也不要通知亲友 她先抬右侧甲状腺 但一星期后 医师说左侧甲状腺也有异状 也必须手术 短短一周内耳度手术 她有点吓到了 这才让我通知阿姨 舅舅 我家经济状况不好 没有多少财产需要处理 妈妈很天才 竟然交代阿姨 万一她不在了 等我和妹妹将来生小孩时 要好好帮我们做月子 还好她手术成功 后续也做了放疗化疗 她非常信任医师 听医师的话 按时吃药 回诊的时间都清清楚楚 记在本子上 妈妈对生命的态度也很豁达 不忌讳谈死亡 我曾放了一本台北市里 联合医院总院长 黄胜坚写的生死迷藏在桌上 妈妈拿去看 看完就决定要签 不施行心肺复苏术 由哥哥见证 甚至她连自己死后 希望我们用白斩计来祭拜 入恋时要穿哪套衣服 都交代好了 母亲的独立 坚强影响了家庭气氛 当然也影响了我 她不避讳谈死亡 我也同样坦然 孩子七岁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谈生死 我问你们爱不爱我 当然爱 可是妈妈有一天会死 我死后你们要怎么爱我 我不要妈妈死 人会生病或遇到意外 总有一天会死 孩子有些吓到了 我继续说 挺好 你们爱妈妈的方式 就是好好活下去 如果我们比妈妈早死呢 儿子问 我会带着对你们无尽的思念 好好活下去 我们答应彼此 不管谁先走 活着的人都会好好活下去 我曾跟女儿说 将来我去世后 要在殡仪馆最大的警星厅办告别事 女儿开玩笑说 乃确定到时候有那么多人来吗 我也交代孩子 祭拜我是要用顶太风的炒饭 而且要加酱油 据说人走了吃东西是用闻的 酱油是中菜的铁壶味 不要省那三十元 我曾接受过催眠 看到自己坐在院子里的摇椅上 摇啊摇着就死了 年份最后一个数字看不清楚 大概是我七十几岁时 其实我五十几岁就开始等死了 人生的路 谁不是死路一条 从出生后就在倒数 有限的生命终究会结束 如果能多做些良善的事 让别人念想着你 活在别人的记忆里 这才是永恒的生命 我今年考上政大宗教研究所 为了考研究所 我读了很多书 我对道教有兴趣 但对各种宗教都抱持开放态度 如何找到跟自己相应的宗教 就像找适合自己的工作 老板一样 需要时间和机缘 人活一世 不断在索求智慧 我被苏格拉迪打过一巴掌 他说 我唯一知道的事 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承认自己的有限 不要被原有的观念捆绑 被自己的想象局限了 从宗教或哲学的角度来看 死亡是好是坏 我们其实并不知道 不需要用未知的事 来折磨已知的人生 当下好好活着更重要 我常常用这类议题 跟自我对话 或许明年想法又不同 或许会推翻过去的想法 也可能强化原有的想法 这样的思考过程 我觉得很棒 新冠肺炎其实在提醒我们 要直观面对生死议题 及早讨论 决定 我已跟律师讨论 准备医病人自主权利法 完成预理医疗照护资商 签署预理医疗决定 并写遗嘱 要推动病人自主权利法 首先要改变观念 父母必须断开儿女的捆绑 不再为儿女牵挂 多为自己着想 打算学习独立自主 人的最后一理想走得平顺 坦白说不能靠儿女 而是靠钱 帮自己及早规划好保险 医疗及看护等等费用 很多父母太牵挂孩子了 我知道一位阿母 早早分财产给子女 帮孩子置产 却都没留房子给自己 心想可以轮流到子女家住 可是年纪越来越大 常常换地方住实在不方便 这时却没有子女 愿意掏钱出来 帮妈妈买房子 让她不用再奔波 父母的家永远是孩子的家 但孩子的家却不是父母的家 孩子无论何时回家 父母永远为她敞开家门 但孩子成家立业后 父母拜访是要提前先跟孩子说的 我认为了解这个现实 不该难过 而是要看破 不要被长期以来的观念捆绑 我一向认为 应该在死前把钱花光 一毛不留给孩子 这样多自在 这个年代父母难违 把孩子抚养长大 已经够了 没有亏欠子女什么 孩子成年后 每一分钱都靠自己赚 他吃起牛排多有滋味 孩子成年了就让他独立 父母应该将剩下的财产 时间和心力留给自己 打理好自己 为自己做好打算 将将来寄托在自己的身上 才是最踏实的 可以给晚辈小钱 但不要给大钱 与其死后留财产给儿孙 不如在儿孙回来探望 或者儿孙过生日时包个红包 代表长辈对晚辈的祝福 皆大欢喜 而且保证常常有人回来 这年代的孩子也很辛苦 父母为自己做好打算 孩子也才有机会孝顺我们 自主才是人生下半场 过得幸福的关键 对我来说没有深厚事 只有深浅事 深厚能有什么事呢 当观念改变 人可以活得很自在 主持人与美人的儿子Max 其中一眼罹患罕见疾病 非典型红彩炎 自体免疫攻击 视力几乎看不到 每次谈及此事 总流露出为人母的不舍与牵挂 与美人16日出席 干眼政记者会 他提起 我儿子眼睛不好 我也很注重眼睛 如果有一天他真的看不到 我就是他的眼睛 语气充满不舍 与美人儿子患非典型红彩炎 自体免疫攻击 有一只眼非常弱势 几乎全忙 因此他更能明白眼睛的重要 有感而发 说到这里 心疼儿子的与美人 眼眶瞬间泛泪 与美人感叹地说 我们希望能够把儿子另外一眼保住 可是事事难料 被问另一眼是健康的吗 与美人则说 看你对健康的定义是什么 跟另外一只眼睛比当然 因为他靠那只眼睛的 另外 与美人提到 儿子应该是没有办法当兵 他一只眼睛完全看不到 我才会在节目上讲 如果我的孩子能够当兵 代表我的孩子是健康的 对于儿子眼疾病况 与美人有感地说 没有关系 人生高高低低 起起伏伏 我们要训练的是 如何去接受吧 与美人还为大病出狱的那豆 煮了一桌的家常菜 另外 与美人日前亲自下厨 在家宴请纳豆和依依 只是纳豆出事后 两人首次见面 许久为亲自下厨的与美人 为那豆做了 减油减盐的家常菜 他们从第一口吃到最后一口 叫做赞不绝口 纳豆大病出狱 仍记得与美人的厨艺 我从这一点看出来 他复原得非常不错 他味道都还记得 对于纳豆被爆主持功力不如从前 与美人说 演艺圈虽然很现实 可是观众是很温暖的 光看他站在那里主持 其实就鼓励了非常多的观众朋友 近日 于美人 沈玉琳出席综艺节目 新春开棚录影 将迎来生日的于美人 制作单位特别请猛男推出蛋糕 花束棚内庆盛 2013年底 于美人与前夫签字结束16年婚姻 谈及感情现况 他谈言 身边一直有大人哥 但我们是不脱衣服的 于美人表示 我现在念的是宗教研究所 感情没什么特别 我相信有有缘人 只是我没把天线打开而已 我的同学有法师 牧师及长老的 不过有班上同学对于美人说 我看您这么大岁数了 应该是为了追求知识 而不是为了文凭 于美人则说 我很能独处 但我的感情寄托在很多地方 不过也期待晚来江上有相依 一旁沈玉琳笑说 就算有暧昧 他也不知道 另外 于美人在我就问你正常吗 记者会说 我有很多欣赏的人 有很多聊得来的朋友 就像是大人哥 不过 于美人强调 我们是不脱衣服的那种 因为已经到了 穿着衣服比不穿 还要好看的年纪 众人大笑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咨询 欢迎点赞订阅我们